大家好 我是小天 今天呢 我们为这台17款的马刊加一套红色的描表 我们换了原车的盖板 然后加个红色描表 再加上我手中的这个无存转接线 直接转接一下主机的大插头就可以实现它的功能 在安装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必要的防护 座椅上的座套和 这个仪表台上的美纹纸是来保护它的仪表台的皮的 因为这个是哪怕的皮 所以非常的嫩 只要盖板轻轻一刮 就会出现一道划痕 拆的拆这个主机呢 非常简单 但是有很多有很多人经常会拿翘板来翘它 这个屏幕是无框的玻璃 一翘就会坏掉 我们现在拿这个钩子 专用的拆风口的工具 只要把它卡进去 使劲使劲一拉就会出来 这边也是同样 同样的方式 使劲拉出来 整个风口就会拆掉 因为它是哪怕的皮 这个皮非常的嫩 只要翘板一下去 这有可能就会留下一条凹痕 所以呢 我们直接用 扶手 不需要任何工具 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有一个无存转接大刹头 只需要转接原厂的这个插头 就可以对插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根描表的线 把它穿到这个描表的位置 无存转接它都已经插好 插回原车的主机 把它放回原位就可以了 来插上新的描表 然后对插 放在这里 开钥匙 要不要已经工作了 它上面的时间是根据原车的仪表时间来 自动设定的 所以不需要单独设置 我们来扣回这个盖 一定要注意里面的桥子 原式合分的扣好整个盖板 最后装上原厂的封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盖板 一定不能把它分成圆面 因为在扣进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容易刮到它 只要用力一称 它就会掉了一层皮 我们把它拉下来 之后再把 风口放进去 比好位置之后 左右用力 整个风口就已经进去了 而且也是 在预处 按下来 延拜